大家好,我是戴旁地产Victoria Lee 今天我们公司多伦多市中心的Downtown巴斯团 来到Centricity Condo在市中心 位置就在多伦多的市中心的中心点 交界就在Young & Dundas,地址在241号Church Street 它的旁边就是多伦多城市大学 以前就叫做Ryerson University 它也是我的母校哦 它的位置旁边刚刚就是Ryerson的Business School了 下楼就是Dundas Street的街车 暴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Dundas的地铁站 Dundas的地铁站旁边就是Eaton县的大型客户中心 在这里到自行车 8至10分钟可以到达基隆区 9至20分钟就可以到达Scotiabank Arena 所以位置是非常方便 附近有很多吃饭、餐厅、还有敲食 等下片段大家可以看到大楼附近的环境 写区的环滑的 Condo的位置呢 6分钟就可以暴行到Path Access地下隧道 地下隧道呢有30的千米 官圈70多栋上越大楼连接出越好 每天航过这里的有20多万的人哦 地下隧道的好处就是加拿大的冬天是比较冷又下雪的 隧道的好处呢就是可以令到行人在地底下横走 官圈行走所有项月带楼 上班下班都吃饭 客户娱乐 里面呢有400万平方英尺以上的零售 还有商店吃饭的 多伦多作为北美的第二代金融中心 在这个市中心上班的人口 在2022年统计大概是58万4千 根据加拿大的政府 希腊新移民的数字 从2023到2025年每一年总共有大概50万多的 加拿大多伦多始终身作为全球第七代金融区 对于人口的增长还有工作的需求 在住者的方面都非常紧张的 而我们母校多伦多行事代学 在2022年读书的学生就有4万6千人了 而代学里面可以提供的技术注释 就只有1700个床位 所以学生的比例是远远较 较过代学可提供的学生的数字的 所以很多学生呢都在租房 的市场上面找房 所以无论上课还是上半一组 在这里的需求都非常紧张的 这个房的发展商啊 Graywood已经有37年的建筑经验的 在多伦多的项目有45个 在多伦多 然后Calgary都有3个项目的 而且啊这个项目的地理的环境 还有位置都非常优势的 它实在就是在市中心的近中心地 所以啊今天有许多的客户都要非常感兴趣的问很多东西 如果大家看到这里对这个项目感到兴趣 就值得找我Victoria利代旁地产 我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料给大家哦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哦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